怎么样这个可爱吧 撤在过去的上约节灯会啊 已经是最基本的款式了 当然了不光是有灯式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集式 你比如说二月式花式 五月有膳式 九月式要式 这就是咱们成都特别出名的十二月式 各种各样的集式 给成都人民带来了多彩多样的生活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跟十二月式有关 从唐代开始 成都每个月都会在大慈寺一带 举行类似于现在商品交易博览会的集会 到了宋代 这种交易会形成了十二月式的固定教法 唐朝的登市只有元宵节这一天 唐玄宗嫌太少 改为三天 北宋时增为五天 明代直接就是十天小长假 那场面 路由说是 鼓吹连天肺五门 登山万聚 冻黄昏 这里不如登市热闹 姑娘怎么到这里来放灯 自是因为太过热闹 岸边角的下午去 又如何放灯祈福呢 确实如此 我也是在昭爵寺 与友人走散之后 才漫步于此 那你有人可难寻了 每年昭爵寺灯火最盛 人都爱去蹭热闹 姑娘似乎对灯室很熟悉 是年年都来吗 你是外向人 你怎么看出来的 景观成月夜都有急事 我可不止去灯室 夏天天气热 扇子离不得 有钱买一把 无钱等它热 鼠扇 用料讲究 做工精细 花样种类繁多 在唐宋时期 一度引领时尚风潮 我们的老朋友路由 就介绍过一款 新式折扇 不彻头 对宋人来说 扇子不仅是 消暑纳粮的用具 更是一种时尚单品 满街都是这样精美的扇子 可太有得逛了 姑娘瞧瞧 我那扇子那 也是相当地漂亮 对啊 带花了 卖花了 也是对你家的食物 来获取新款手续 送人爱香 上至皇室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 都将焚香 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使用的方式 除了焚烧 也将香料 做成可随身 佩戴的香囊 香袋 成都六月香市 就是当时 香文化盛行的 一个缩影 还真是有缘 自会在见 巧合罢了 既然公子先看中 我就不躲爱了 这么大方 那在下可不客气 这是 我看见这香囊 我便想 若有缘与姑娘再见 这倒是个不错的理物 但是我也不能平白收了你的礼 这个送你 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去那边看更好看的香囊 快走 成都药市的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唐代 一开始是以药材交易为主 一年举办一次 到了宋朝 药市规模进一步扩大 不仅能买卖稀有名贵药材 更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 岁华纪力谱中就有记载 欲局官要事 晚饮云五门 凡三日 以事由关 或云有恍惚 欲仙者 哎 是不是真看见了神仙不得而知 夜饮喝大了 倒是极有可能的 这位公子 看何处呢 这 我看你硬藏发黑 是身体欠佳呀 公子 哎 公子 坐坐坐 嗯 那先生您有药吗 哈哈哈哈 有 肯定有 来 上等好药 闻闻 药不会害你 喂 是不是 对不对 哦 确实 哎 这怎么有种冰片的味道啊 哎呦喂 公子 您这病啊 还得用新药治才行啊 啊 啊 十二月是 我已经去了九市 嗯 嗯 这才见上他两次 如今我又要远行 怕是此生难见了 嗯 公子啊 你们若是有缘 终究会相见的 这看病前就不收你的了 咱们江湖有缘再见 哈哈哈哈 广阔的商品市场 促进了区域间的交流 让成都在唐宋时成为了仅次于扬州的繁华都市 也因此留下了种种传说 万古长空 一朝风月 今天的成都 依旧浪漫如初 活力如初 流淌过锦江的岁月 新的传奇 正在不断地上演 这俩人本来约好的十点半见面 结果等的十一点是杳无音信 怎么回事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